整整50枚核弹突然引爆 让这个国家退化到工业时代前 原本繁华的街道看不到一个人影 幸存的大佬们明争暗斗 一个月内便建立了六个临时政府 幸存者组建的贸易市场里 一大堆价值不菲的经营器皿 如今只能换回几包大豆 原本平平无几的食盐反而成了强手货 因为它不但具有防腐作用 还是人体每天必须摄入的养分之一 男主杰克几人找到一家机械商铺 很快和老板谈成一笔买卖 用八宝石研换取一个发电机部件 就在对方前去仓库取货时 小男孩戴尔无意中看到 隔壁的偏厅中摆满了装有铁链手铐的床铺 上面还沾着干涸的血迹 显然这家店铺不仅仅只做机械买卖 老板忽然变得恼羞成怒 立刻终止了谈好的买卖 并将众人赶了出去 杰克等人准备换一家问问 却看到戴尔的神色有些慌张 原来他将那个零件给偷了出来 就在这时 商店老板带着一圈人将大家围住 想不到他这么快就发现了东西被盗 杰克等人脸色大变 想起市场门口的警告 小偷必须死 老约翰只好拉下脸不停求情 可惜对方冲耳不闻 杰克和约翰只好动手抢人 可他们哪里打得过是几名大汉 好在关键时刻 海色的好友泰德掏出手枪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杰克等人连忙拉着戴尔逃跑 可还未抵达市场门口 便看到闸门缓缓落下 他这小交车绝对闯不过去 忽然泰德开着卡车抢在前面 替杰克硬生生撞出一个出口 众人总算成功逃离虎口 可也两手空空并未得到发电机不见 好在泰德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要在附近建立一个装配车间 专门制作发电机卖给有需求的势力 到时候杰克可以用时间找他交易 小学老师海色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去泰德那里帮忙一段时间 学会了发电机的构造 也许可以给小镇提供帮助 杰克原本就对海色颇有好感 这次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 离别了泰德等人后 杰克回到了小镇 虽然没有完成任务 但是带回来一个重要消息 拥有盐况的小镇 也许是无数人眼中的香啵啵 可惜这些东西并不能填饱居民的肚子 他们再次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寒冷的冬季让农田绝收 前段时间的核污染 也让附近的动物崛起 杰克打算开车去远些的地方看看 否则小镇居民不被冻死 也要活活饿死 好友史丹丽不放心 决定陪他一同前往 顺便还带上了新娇的女友小米 几个人一路向西逐渐远离小镇 前方的几条野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周边十几米散落着生活垃圾 显然之前有不少幸存者聚集 小米在一片泡布下 发现一具冻死的女尸 杰克猜测这群人应该是前往南方的避难者 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寒冬冻死 几人默契的没有提及收留的是 因为他们自己都快撑不住了 一行三人再次上路 可很快就被一辆皮卡车挡住去路 杰克觉得来者不善 兵逐史丹丽赶紧掉头 果不其然 那辆皮卡车很快追了上来 史丹丽猛踩油门 准备返回小镇和巡逻队会合 却不想对方直接撞了上来 杰克也不是擅长 掏出手枪啪啪连射 可惜车子太抖无法保证准头 史丹丽操作不稳 直接撞上辅队飞了起来 一阵头晕目眩后 小米紧张的环顾四周 史丹丽昏迷 杰克浑身是血 远远看到皮卡车上走下来 几位蒙面大汗 他让小米赶紧躲起来 随后便机敏地闭眼装昏迷 正如杰克所料 这群人是火拦路抢劫的强盗 他们并未理会倒在地上的 杰克和史丹丽 而是匆忙搜刮起物资来 当劫匪开车扬长而去 小米从后方的丛林中钻了出来 史丹丽只是腿部受伤 可杰克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他的小腿被压在车底 两人试着用力 汽车却纹丝不动 而铁产千斤顶之类的工具 早就被劫匪洗劫一空 眼看气温越来越低 杰克知道这样下去迟早要被冻死 必须尽快回阵班旧兵才行 可史丹丽腿部受伤 等他跳回去估计都要开春了 如今这个重人只能交给小米了 杰克知道距离这里不远有个小屋 劝史丹丽先去躲避冷风 谁知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如果他走了 杰克一个人很有可能挺不过去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要死也要死在一块 而另一边的小米却是紧张得不行 眼见天色越来越暗 还没看到小镇的影子 忽然远方射来汽车灯光 他担心又遇到劫匪了 匆忙躲进路边的草丛中 却不想车子中下来两道身影 小米吓得瑟瑟发抖 好在对方不是劫匪 正是杰克的父母 而此时的杰克快要不行了 天寒地冻加上失血过多 他只想放下一切闭上双眼 史丹丽在旁不停鼓励 生硬地讲着冷笑话 生怕杰克睡着就无法醒来 就在这时 一辆黄色小货车快速驶来 小米和杰克的父母终于到了 两位老者也是有心之人 察觉儿子迟迟未归 于是主动跑出来寻人 否则杰克早已冻成尸体 史丹丽简单处理好伤口 和新娇女友互相对视 眉宇间散发出软人心脾的爱意 可这并不能抵挡严冻的寒气 而且小镇的存粮和燃料 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必须有所取舍 新任镇长格雷做了一个艰难决定 必须停止供给新加入的刘明 那批飞机失事的幸存者首当其冲 他们不得不离开小镇 再次踏上流浪的旅程 就在这时 正在巡逻的埃里克大喊着让开道路 所有人好奇地望向远方 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领着一辆军用坦克缓缓走来 镇长格雷越重而出 询问来者的身份 领头的士兵打道 他们来自海军陆战队 居民们心中一阵 纷纷围上来凑热闹 这对士兵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那些恐怖分子已经被全歼 军方派他们过来视察幸存的小镇 届时将有工程队带着物资灾后重建 所有居民欢呼雀跃 他们即将熬会严冬 再次迎来可贵的平静生活 只有杰克留了一个心眼 不是有六个临时政府吗 你们隶属于那个 临头的士兵目光闪躲没有回答 只是说奉了上级的命令 格雷主动请营 表示要好好招待这群士兵 小队长要他列出小镇的物资清单 新镇长没有任何犹豫 表示明天上午便会奉上 可众人不知道的是 导致这场灾难的恐怖组织成员罗宾 此时正在和搭档商量逃跑事宜 因为他没有执行引爆核弹的命令 已经被组织的武装人员盯上 继续待在这里肯定不安全 可罗宾舍不得扔下老婆孩子 决定带着他们一起走 沙拉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罗宾也察觉出了对方的异常 好言劝慰一番的同时 偷偷摸走了沙拉的通讯器 打开里面的聊天记录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沙拉一直在和组织上级联系 并受命抓住罗宾 找到那颗没有引爆的核弹头 黑人男子立刻警觉起来 连忙掏出手枪走向客厅 却不想沙拉已经挟持了罗宾儿子 原来他刚刚发现自己的通讯器丢了 便知道事情已经暴露 所以不得不采取自保手段 罗宾不敢拿儿子的生命开玩笑 只能不甘地放下武器 他的心中疑惑 既然你还在给组织效力 为什么不早点动手 沙拉告诉罗宾 他已经干掉了监视自己的上级 原本打算放弃任务 和罗宾双诉双气的 可惜罗宾的眼中只有老婆孩子 那他为什么还要心思手软 只要罗宾交出核弹头 沙拉便承诺放过他们一家 就在这时 客厅大门打开 罗宾的妻子和女儿回来了 这下一家人整整齐齐 他也没有了谈判的资本 只能无奈答应沙拉的要求 地下室很快响起墙体的撞击声 原来罗宾将那枚未引爆的核弹 封在了自家的墙体里 没过多久 他便用小推车将东西带到沙拉面前 沙拉无比谨慎 确认货物没问题后 他又要求带走一位孩子 防止罗宾跟踪自己 老母亲自然不肯 上去就要夺下武器 却被一脚踹飞 可罗宾抓住了难得的机会 直接将沙拉撞翻在地 谁知后者身手敏捷 一个转身猛地推开罗宾 两人就这样在客厅中缠揍起来 沙拉随手抄起水果刀 就在他要收割人头时 忽然枪声响起 沙拉应声倒地 居然是罗宾女儿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他之前在父亲的教导下 初步掌握了开枪的要力 想不到这么快都快上用场了 与此同时 格雷正在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士兵 可前任阵长却是脸色难看 他是上过战场的老兵 心中总觉得眼前几人有些不怪 军队中绝对不会说出呼哈之类的词语 杰克心中意见 难道这群军人只是冒牌货 他们来到小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以上就是核爆危机的第七期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